大王 这是意大利大师送来的 全世界最有货 是金品奥 大王 大王 大王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我们国家的安妮 他家被偷了一只鸡 什么 丢了一只鸡 这怎么可能 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小偷 会不会是自己走丢的 安妮你进来 跟大王自己讲 王啊王啊 我家的鸡不见了 昨天晚上 我把他们关在笼子之前 我数了十遍了 十遍了王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九十 有三只啊 可是今天早上我打开笼子的时候 只有两只啊 不可能弄错了吗 报告大王 安妮已经看了三家心理医生 三家 每个都说他有严重的强迫症 我觉得他错了 不可能有错 嗯 通道在我们国家 从来都没有先例 所以这一次 今天绝不能姑息 但念在小偷上是出饭 这次就从宽处理了 传我的照例 只要小偷在三天之内主动认罪 并双倍赔偿 本王就赦免他了 否则必定严重 诶 诶 大王 怎么这么晚了 还在这边呢 来来来 陈姐的特别为你准备了碗鸡汤 您喝点吧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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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王 怎么这么晚了 还在这边呢 陈姐的特别为你准备了碗鸡汤 您喝点吧 我们国家现在竟然有人坐监犯客 安妮家的鸡被偷了 蛤 安妮家的鸡 诶 我看八成是他邻居大爷偷的啦 听佣人说 他喜欢吃鸡 在全国都很出名了 诶 没有证据 不敢乱乱说 是真的啦 就觉得他跪跪碎碎的 一定是他